大家好,歡迎收聽Bilibala Bible 這是主日學讀經濟事宜,今天是第一課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四歲左右跟爸爸媽媽回教會,信了耶穌 由於學校也是基督教學校 所以對於聖經的一些基本故事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直到大約我移民到加拿大大學的時候 就認認真真地去信耶穌 那時候就開始來讀聖經 另外,我相信神對我的呼召 也是跟神的話語有關 讀經,思考神的話語,去教導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讓我自己去選一個主日課程的時候 我會選擇去教怎樣讀聖經 說就說是教 或者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無論一些好的經驗 無論一些好的經驗 我讀得好,我明白的經驗 或者一些壞的經驗 我不明白,我放棄了 我覺得很辛苦 我被人提下 那類都作為一個借鏡 大家一起去學習 怎樣可以透過互相鼓勵 令到我們對神的話語更加渴慕 那通常呢 譬如你去那些車展 通常一個美女或者俊男 來展示那輛車 不買都可以看 那我自己 為何要聽我呢 你聽很多人都可以講聖經 那我自己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 譬如李思敬 曾思汗 這些很有名的解經的人 那他們呢 跟我有很大的分別就是 我有牌的 那他們沒有的 那什麼有牌呢? 就是我有牌的未神學畢業 哈哈哈哈 那我也是一個平訊圖 那你和大家的分別不大 那如果譬如你讀到什麼博士 那些 那你當然 你可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 他當然是厲害 他當然可以 那他是博士 他是懂得這行飯 他有欣賜 那我不是的 我就是不行的 那我自己其中一個 那個優勢或者劣勢 就是我 都是和大家一樣 那如果我是能夠做到 我是能夠成功 甚至能夠 透過單單看聖經 我不會原文 我不是說看很多聖經書 但是都能夠明白到神的話語 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的時候 我相信 各個人都可以的 那我自己可能差一點 那我就要花多一點時間 才能夠明白到神的話語 那樣 那有很多人都不需要像我 那我自己 另外一個我覺得 我自己 有資格去教的 就是我特別花得多時間 那我 印象之中 如果 我沒有正式去數過 但是我信了 認真信主十六年 每年都 讀兩至三次聖經 那樣 那如無意外 那現在都粗略 可能讀了三至四十次聖經 那樣 那所以聖經是熟的 你說 是不是真的 很深入的認識呢 那這個另一回事 那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 憑著這兩樣東西 那我覺得 我可以 幫到大家 那是一個 就是 過來人的身份 那樣 不是叫你 好像我這樣讀 那麼多次 那當然如果你讀到 那當然好 那我也鼓勵這樣做 那但是 就是 假如我讀了那麼多次 那都 還繼續肯讀 還有 假如我 就是 我相信你不需要讀那麼多次 你可以去到我的境界 就是去 去明白 我自己也不是很熟 那樣 那樣 我相信你聰明過我的 那 這個課程 嘗試透過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 大家一起學習一個有效的讀經 了解和克服讀經的困難 建立一個好的讀經生活 透過 Barak 這些的方法 那 特別介紹就是 我都想用我們 之前教會都用過一個 Wick Warren的一本四十日讀經的書 那 裏面有六個 默想的方法 我覺得 這個 始終點是不錯的 那 至於 怎樣去進心 那 我其他的內容都會嘗試去 補充這些 那 另外 就會有功課 希望大家透過功課做的 會更加深入 同時間 即是 說明要建立一個讀經生活 那 如果 我們 只靠聽 不去建立 其實 最後最後 都是 沒那麼好 那 我們有彼此認識的時候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名字 以及你最喜歡的一句金句 那我們 每一次都嘗試去 有些類似的Eye Sprint 那 亦都 讓我們可以互相認識 大家一點點 那 我自己介紹了 那 最喜歡的金句 那 其實我不是說 太多特別最喜歡的 那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就是我結婚的時候選的那段經文 詩篇十六篇 第二至到第五節 那 他就是說 我的好處不在意外 那 我所得的基業 他為我存留 那 那 為什麼當時我們選這段經文呢 是我們覺得 我 愛我的太太 我需要來去 對她有專一 但是你知道男人很喜歡 很花心 很花心 很貪新鮮 各方面 那 這個經文其實提醒我 我可以去 愛慕 甚至乎 戀母 我的太太 在當中 更好的關係 更深入的愛 我不需要去尋求其他 其他的人 我可以 人家那個就好一點 人家那個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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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需要 在神次給我的 我的好處不在 他賜給我的意外 這樣 這個是我 時刻 對我自己的提醒 那 我只要努力去 我當前 我擁有的 神給我的 這個就已經是最好的 哪怕最後的結果 可能我不吸引 這樣 這個 就是我自己選的金句 那 然後 OK 那 第一件事就是 教教大家 默想 聖經的方法 這也是 Wick Warren 的教法 那 他第一課 教細心閱讀 一段經文 他說 重複 中讀一個經節 每次都把注意力集中 在一個單詞上面 稍稍停下 然後 射下你的想法 你可以場邊大量寫 亦都寫一兩隻字 都可以的 那 譬如 你 譬如 你聽到耶穌釘十字架 你寫錯字 那 如果神真的跟你這樣寫 就OK 那 OK 那我們現在試試試 詩篇119篇105節 那 你閱讀了幾篇之後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和零售 那 讀的時候 我當時學習就是這樣的 你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C-Pin 119-Pin 105 那我現在速度了 因為時間關係 那 第二次讀的時候 你可以專注一下 一兩隻字眼 譬如 你可以強調 你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那 你又默想一下 寫下你 對你的話的感覺 譬如 你覺得 你的話是說什麼 我應該是說聖經 那 你寫聖經 然後 你讀第三次 你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那 燈和光是代表什麼 我是照亮我的 那 我有沒有被神的話語 來照亮我的心靈 還是我蓋著它看 然後 可能繼續 默想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那 我會擺成的話語在哪裡 在腳前 在路上 還是 丟在耳角 類似的 那 OK 然後 我們 學了一個 練習 墨想 你們回到家 平時靈修 或者讀經的時候 也可以用 那 我們現在 討論 另一個話題 讀經和閱讀有什麼分別呢 那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 我自己 覺得讀經和閱讀的分別有幾樣 那 讀經是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神 和 和這個神建立一個關係 那 其他閱讀的 其他就這樣閱讀 可能你認識不同的東西 比如看周刊 你知道那個明星 那些八卦的東西 那 可能 你可以有機會 和他建立多一點的關係 那 通常都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 他也不會騷擾你 我們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們 那 但是讀經呢 絕對是 建立神 和我們的關係 那 另外 我們相信 聖經 是 我們是要緊手進行的 因為 我們相信 我們 和這個神建立關係 而這個神是我們生命的主 其他 例如你讀小說 看完就算了 你不需要 緊手進行 即是 那個人殉情 你不需要學他殉情 另外 就是 我們相信 神的話語雖然是 二千年前 或者二三千年前 寫成 但是我們相信 他 不單止對過去讀自己說話 是 放諸四海皆準 古今中外皆準 他今天 仍然和我們說話 仍然在這個世界裏面有作為 這個 相信很重要 其他的 譬如你讀歷史 過了就過了 你都可能可以 以股知今 但是你 會不會同樣發生在現在這一刻呢 他是不是一個過去現在都真的真理呢 又未必是 譬如 以前我們 對儒家思想 在中國來說 可以押納幾千年的時間 二千幾年 但是 對於現在這個社會 能不能夠 那些禮惡的 suggestion 是否真的能夠 這個又未必 但我們相信神的話語 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那怎樣解釋 是另一回事 那 ok 那你可能會說 那 我讀寧修書都可以 不需要讀聖經 那 寧修書的閱讀 和讀經 有沒有分別呢 或者很多牧者都有說 就是 這個是一手資料 讀經 那其實 是不是真的一手呢 那 我又 很難說的 你讀經的作者 本身 和當時的讀者 很明顯是一手 但是 很明顯 亦都是比讀寧修書 是一手一點的 至少寧修書 可能 夾雜了很多 那個 作者的感受 各方面 但是 這樣看 我們本身 解經 或者明白聖經 或多或少 都受到 我們自己的中派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各方面 去影響 那 譬如 五百年前 那些人看聖經 他不會覺得 看肥利門書 是說那個人 是要解放黑路的 是不是 那現在我們覺得 黑路這件事 是 就是路底這件事 是一件很不平等 很有問題 很侵犯人權的東西 那 我們 對這件事 讀經的分別 就已經很明顯 很大的不同 對吧 那 所以 就算我們說 是 讀經是一手都好 那不同時代 它有不同的 註釋 那個 體會 都可能有少少不同 但關鍵上面 就是 但是 讀聖經 都是比聖經 更加貼近 更重要的 我覺得 所謂的一手 亦都是 你自己 那個 對於神的話語 這件事 是 有些靈修書 可能可以指導你 去聖經 但是 未必能夠做到 那個 最貼心的 那件事 好像 有些人說 是 燒炮 和 電燒炮 的分別 這個 聖經 就貼心 好 接著 我們就研究 再問多個問題 那 讀經和閱讀 有沒有什麼是相同的呢 我們經常都說 教教和其他有什麼分別 讀經和其他有什麼分別 但實際上 有沒有相同的地方呢 我自己 最後想到的就是 其實 相同的 就遠遠多於不同的 那 我們相同 不同的 剛才都幾乎都說了 但是相同 基本上 是說不完的 那 其實 讀經 就很明顯 和閱讀很類似 那 如果我們讀經是好的時候 就是閱讀好的時候 讀經很自然會好的 有很多時候 我們閱讀 我們覺得困難的時候 其實順理成章去到讀經 都會覺得困難 那 有些人 譬如我太太 她讀書 就OK 她很喜歡看書 那 對於她來說 讀經就不是一種 失敗 那 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喜歡看書的人 那 初頭都有困難 現在讀慣了就OK 那 那 對於一個很懶讀書的人 除了考試的時候 被迫著上 那 是有一定程度困難的 這個不關她 愛不愛主事 那 都會有困難的 那 等於 譬如 如果我們現在不是習慣買蟲的人 你叫我們去朝聖 你說 我們 一生人 如果假如一定要一次朝聖 那才算 那 那 就是想死嗎 走路 走幾十公里 傻的嗎 但是 如果你對那些古人來說 她 吃菜 她每天都走 那 所以 我們如果可以克服到閱讀的一些困難 和在閱讀方面建立到一個興趣 那 我們讀經都舒服一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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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我們就想說說究竟閱讀有什麼挑戰呢 那 那 我每一次都嘗試講一兩個 那其中一個呢 那 我看梁文道他教閱讀的時候 他講到一件事就是 現代 現今世代是一個快熟的時代 好講求一個 instant 的 response 你去Google搜尋 那 立即可以五秒鐘找到答案 你扭開電視 或者是你聽到 很多時候就是講一些 跟你有關的東西 這樣 夠貼身的時候呢 你就覺得好聽 你就 如果不是 你覺得那個牧師不知道在說什麼 那又在那裡說廢話 又很悶 那 這個廢話文化告訴我們 真的 我們是不需要想 甚至乎 譬如 剛剛早前講起 Amazon那裡 他每天都可以 介紹一些好書推介給你 哇 他真的知道你做什麼 他透過你 找什麼書 之前買的什麼書 他就 重點推介什麼書 又真的 可以 那些書 真是適合的 基本上 你連找也不用找 他已經給你 去刺激你的消費意欲 但是呢 聖經 或者閱讀 本身 就 有時候 不是真的 這麼 這樣 很多時候 是講求你自己去 找個答案 你要慢慢去看 有時候 可能你看不明白 你要慢慢去想 尤其是讀經 我自己 很多時候的經驗是 我 我最初看的時候 不明白 就算多看幾多次 也好 都不明白 我記得我 我真的 頭那五次看聖經 我都 嘔嘔嘔 不知道是什麼 去到第五次開始 我可能我真的蠢 我又讀不習慣 所以我看到 第五次的時候 我終於記得 我原來之前說的 也有個輪廓 另外就是 開始明白了 現在開始讀了幾十次 就 縮落很多 但是 之前真的 有個很痛苦的困難 但是問題就是 你熬不熬到第五次 你讀聖經 你可不可以 熬到這麼厚 然後你就開始去吸收 那個收成期 尤其是這個社會 現在訓練我們 就是訓練我們 去做一個 instant response 的人 甚至我們做事也是 最好 你老闆還沒說之前 你已經做了 不需要去想 所有事情都準備好 所謂的 所謂的 backup documentation 立刻有答案 最開心 對吧 我們整個社會 就是訓練我們 變成一個人 也是訓練我們 來接收 這樣 這是一個困難 說回譬如 讀聖經 很多時候 當我們 很快想得到答案 的時候 會製造了不少 蝦碌的問題 我們看看 以下這個 影片 是 王先生 富王 世英的大軍 約二十天才到達百里鋪 但每日的軍響 約二十萬兩 我們有各府已所剩無幾 朕暫時給了這麼多 為今之計 招交了十五壽和十七這三萬軍響 其它的 再慢慢想辦法 王先生 等努力替你換個盆熱水 周興價 和朕再測下 大家看各地各省還沒欠稅 便將水行一次過追回來,神之子 我不知道你能否聽得出這段影片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時間可以再聽一次 網上早前很出名 是帝女花裏的其中一段情節 講話的陳豪就是崇禎皇帝 我自己會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他講到同浸檢查一下,這是英文 當時崇禎皇帝和西教士有少許聯絡 可能拉丁文,甚至西班牙文都認識 但英吉列文應該不行 為何會同浸檢查一下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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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無線很多時候就是做這些事情 我們又不是太嚴謹,又不是太理會 那就無所謂 但讀聖經我們又會不會 有些同浸檢查一下這些哈錄事件發生呢? 其實是非常多這些時候 有時候就無所謂的 但有時候對我們了解真正的意思 可能會有影響的 例如我們那段經文 詩篇119篇105-112節 你的話事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當時又沒有電 沒有街燈 去到一百多年的時候 愛迪生先發明電燈 電燈淡 如果當時又沒有街燈又沒有電 那麼腳前的燈是甚麼意思呢? 路上的光又是甚麼意思呢? 然後呢 我們其實 金句是很引人入勝的 但是很多時候 如果不看上下文 又會很奇怪 得出一個解釋 因為是任我們解釋的 但聖經不是很多時候都任我們解釋的 跟下文有甚麼關係呢? 那Cp119的結構就是八折一段 就算看不完整個Cp119都應該八折八折這樣看 那我們嘗試再重新默想下這段經文 今次默想有點不同了 希望大家 現在是將他 想一想 當時沒有燈 當時沒有光 那他們的意思 本身是在說甚麼呢? 然後跟下文 尤其是 譬如 他講他自己的受苦 他講他危難 為何 在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就可以幫到他 在危難和網絡當中 仍然在抓緊 甚至乎得到一個基業 享受神給我們的一切呢? 那我們來讀一讀吧 又將你的演章教導我 我的聖命常在危險之中 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 惡人為我設下網絡 我卻沒有偏離你的分子 我以你的法道為永遠的產業 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我的心尊一向著你的律例 永遠進行 一直到第 OK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得著 我自己的分享 關於這段經文 你的話事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當時有油燈 但為何油燈要放在腳前呢?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室內的情況 因為你不會放眼燈在室外 至少正常人不會 你可能在一個城裡 晚上就真的七黑了 你還是躲在家裡 但燈 不應該放在桌面的嗎? 耶穌也這樣說 為何要腳前呢? 假如是一個普通人的家 他不需要放在腳前 因為家裡不會有很多東西 雖然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是在他家裡 養生畜 全部都在家裡 然後他自己就在家裡 但也不需要放在腳前 否則燒著其他東西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腳前的燈是比較大的 譬如在皇宮裡面 譬如在一個複豪宅 或者是聖殿 那你才需要腳前的燈 因為你不小心 可能因為你沒有燈 你七黑的時候 你踢爛了一個花瓶 或者是你碰到一些聖鎖 不應該碰到的東西 那你就糟糕了 所以這個是腳前的燈 所以變成 這個是 小心謹慎 來處理神給我們的一切 所以他這裡說到 神所賜的產業 是我所喜愛的 以至到我鼓勵我 去謹守遵行神的話語 他是在說這件事 因為腳前一燈 很多時候我相信是一個大會人家 甚至是聖殿當中 你要有東西擺到 你怕會被刺傷 你才會有腳前的燈 這個反映到那個的祝福 但同一時間你是謹慎你的祝福 怎樣可以保持到 是靠神的話語 那接著是路上的光 這樣可能有幾個解釋 路上的光可以說 日光月光星光這些 自然的光輝 那你靠著日光的時候 早上走路就不會跌倒 比較安全一點 星光和月光這樣 這個就是可以幫到我們 指引我們的方向 更重要的我會覺得是一個火光 在路上你拿著火把走路 在七黑的路上 這樣可能會有網絡 可能會有危險 當那時候 你為什麼能夠抓住神的話語 因為它是你路上的光 假如你跌倒火把 你就會死定 所以 有這段經文 為什麼可以鼓勵到我們 來到去 緊緊地依靠神呢 是因為 它告訴我們 這個是路上的光 那麼 我們在七黑的環境當中 是 不單止不會劈低它 而且是更加需要緊緊抓住的 那麼 當我們有了這個 對當時的背景 更加多的理解的時候 我們就明白到 詩人想表達下面的內容 就不會覺得 他在危險當中 在網絡當中 他依靠神 因為他厲害 他就是愛主 其實不是的 而是因為 他知道 以靠神 愛神 先能 生命存活 他對讀經的認識 跟我們不同 我們以為是一個 生活的點絕 或者是一個 信仰的要求 是一個 逼我們要做的一件事 而他看到的就是 這個是生命 生 或者是死 那個 的 抉擇 那時候 他就可以做到 就算環境更加差 就更加依靠神 那 OK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去供貨 其中一個值得去看 我們看到 現在的時代是一個 比較快熟的時代 怎麼能夠在這個快熟時代 突破到 閱讀的一個挑戰呢 這個 讓大家回去想想 另外 如果大家有 讀經計劃 也鼓勵你 由今天開始 有一個 每日讀經的計劃 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Bilibala 敗寶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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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